好,是過馬路要走行人穿越到斑馬縣 這個地方是大興溪路,車水馬龍 然後那邊是藝文特區 看到那個福隆大飯店 麥當勞就在那邊 然後佳樂福在這邊,這個方向 旁邊就是金國路佳樂福 前面是金國路,這是路易沙 今天要來喝咖啡嗎? 看完房子再來喝咖啡 藝文特區,高大上 最近又加上他的那個什麼,總督 好了,所以我們今天要來看這邊什麼房子 這邊有一個遭陽的建案,叫遭陽大洋 遭陽的喔? 遭陽只要是兩個字的,好像都比較高 算是遭陽的豪宅 遭陽的豪宅對不對 好喔,那我們就往哪邊走 往那邊那邊,公司那邊 這邊喔?走走走 後年快到了,你們是不是想著如何逐舊不新呢? 推薦大家這台德國沙發雙窩輪吸塵器 這台吸塵器擁有非常好用的專利利件 可以直接一卡就上 放著的時候就可以立著 然後打開擁有十萬轉的馬達 針對像這種毛毯地毯吸力非常的好 吸完以後它就直接立足 放下去,主機就拔起來了 防蠻刷頭,床單啊或者是沙發都非常好用 那如果是比較細微的地方可以換這種尖的刷頭 然後它有斷式的,看你要不要刷毛 有兩種規格可以選 那我選這個比較細的 直接裝進去了以後 針對這種細節的地方呢 吸得非常乾淨 非常輕便 直接帶到車上去刷也非常方便喔 足道購物中心零頭的價錢 原廠特別資源 歡迎多家裡有 黃老師 這有個學校耶 是喔 什麼學校 齒文國小 齒文國小 齒文國小是好的國中 齒文國小應該也不差 對 那這個房子我們從那邊走過來 大概經歷了一分鐘而已 就到了 這一個 哎唷,窮頂耶 這有點像凱旋門 你要回家的時候經過凱旋門直接下去 外面還有一個特勤在那邊 在等著我們 等著我們把車子開下去 有機會買的話就可以開了 所以已經溝通好了嗎 可以下去了嗎 還沒溝通 那我們怎麼進去 這邊呢 趁王老師去溝通的過程 他大門口在這裡 大門口在這裡 朝陽大影四個字 全部花崗石打造 不愧是豪宅了齁 對面就有一個小公園叫洪興公園 然後那邊就是剛剛的齒文國小 他這邊離藝文特區很近 環境很單純 沒有那種商業氣息很濃厚 欸,王老師好了 這不是在看 不是在關那個房子裡面的房子 那個門啊 居然豪宅可以拍一下他的大廳耶 看一下人家這個 豪宅就是豪宅 這個氣勢輝煌 你看直接挑高到三樓去 兩層樓的高度 直接天花板就是三樓的地板 好,那個高度 然後這邊還有一台鋼琴 整個裡面好像 要過年了 裡面有一些公社 好像要鑰匙我們就 交移廳 他的交移廳就不是像我們 隨便擺兩張椅子 就當作交移廳 他要有那種貴族的感覺 你看他的椅子 很想坐坐看 我們在這裡 進來了 一層四戶 進來一看到就是一個大門 真的是比較寬的門 先繞一圈給大家看 這是什麼房型 四房兩廳兩位雙車 四房兩廳的喔 四間房間的大房子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玄關 全部都是手工木座 這好像是實木的 做這個感覺就是很真實 上面還有冷氣出風口 坐在這邊 這邊也要吹就對了 進來就有一整面的這種儲藏空間 可能鞋櫃 這邊是外出的那種 沒有 他這個可以當那個儲藏室 然後一個穿鞋椅 這座 然後上面還配冷氣 這邊可以放一些 可能一些招財禁寶之類的 進來了以後 他這邊做一個格柵 因為他這個房子直接開門 就直接穿堂了 所以他這邊做了一個屏風 用木工做了一個屏風 然後這邊也做了一個桌子 這樣擺好有質感喔 回家的時候就這樣子 那進來了以後 他這邊分兩個區塊 往這邊看 右手邊看 這邊是餐廳加廚房 這邊是客廳 我們先看客廳的部分 客廳他這個算是走這種 這是屬於什麼 殘封是嗎 很多木頭的那種 而且他的木頭訴求那種真正感覺很像 真實木頭的那種花紋 這搞不好真的是 這是木頭貼皮的 貼得很像木頭 真的是木頭的感覺 然後整個大概是這個樣子 沒有在這個地方沒有做很多櫃子 但是整體看起來非常簡潔明亮 而且你看他這個 這個到5米左右了 沙巴被搶到電視牆大概有5米左右 這個很大片 這個超過1米的 5米左右的面寬45米 所以你這個要放到80幾吋去了 或者是投影機的 哎呦 這邊看過去 他就是一間加1房 這邊可能是書房的格局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這個陽台 他陽台是配這個YKKAP的氣密窗 這邊有YKK的打開 這真正有夠重的 5加5肉1的是吧 超重的 哎呦 是 看過去出來以後 就看那下面就是那個 持溫國小 然後目前這個 我覺得這個 這樣子的陽台剛剛好 太大就多了 那太小又沒得用 所以這樣陽台剛剛好 然後 屋主還在這裡烤肉 放個烤肉架 這個一定要留下來 你知道嗎 那看出去呢 你看得到頭的 都是桃園指標的豪宅 像那個月榮莊 看得到頭的 中月 那邊有個中月 剩下的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這兩個 這是我的目標 繼續繼續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這客廳很棒 然後走過來 我們就走到他的這個 餐廳的格局 超級大餐桌 這個是有附贈嗎 光是這一塊可能就不便宜了 這真的是實木消下來的 對啊 這一塊 這一塊好威喔 然後這一間的裝潢呢 天花板還做這種木座 有沒有 它不是只是單純平丁啊 然後這邊做了一個 有點像太極什麼的 反正就圓滿在這邊吃飯 所以這個房子一定有看過風水 然後你看那邊 那這邊可能是一根梁 那邊坐過來 有做一個有點像假柱子 這樣比較協調 這個是做出來的假柱子 然後看過去 這邊就有一個吧台 那目前吧台感覺是送餐用的吧台 送餐用 那這個跟電視好像是同一塊大理石 在這邊 那就 媽媽菜煮好了 就把它放到那邊 現在買這個房子怎麼會是 媽媽呢 搞不好是傭人 是不是 有錢人 然後他這邊做了一個六百萬拉門 這個拉門一樣是做木座的 非常的滑順 喔 這太大件 這個 在裡面都可以再放個餐桌了吧 這樣做菜的氣氛比較爽 比較爽是不是 做出來的菜比較好吃 這一般如果說我真的是用的比較好 比較節省一點的話 你把這個地方不要弄那麼大 這一塊就變成餐桌了 那邊還可以再做一個加一房之類 這麼多房間 幹嘛呢 就是要這樣子用的比較 不用用的那麼省 那邊為什麼可以拉開 喔 這邊可以關起來 裡面油煙不會跑出去 他當時有這樣設計 那他這櫃體目前維持得非常好 而且全部是手工木做的 摸起來就是他的工作的很細 那這個檯面 這個應該是10英時檯面 10英時的 就是一塊 還是這是大理石啊 不知道呢 然後我們轉過來 一樣是YKK的氣密窗 來 喔 日立的中央空調冷氣 豪宅都是這樣做 這個超大 這個跟前陽台差不多大 比前陽台還大 比前陽台還大 後面還做了一個 這個洗衣槽 喔 那看出去他就是社區的天井啊 社區的天井 所以你家的內褲 就算穿紅色也沒人知道 嘿嘿嘿 那三屆部分配零內的 他這個是以豪宅來講 算是比較標準一點點 那如果說你想要再更高配一點的廚具 你可以自己再加 這個三口爐 目前看起來維護得非常好 然後Bosch的洗碗機 這個也有 Bosch的洗碗機 然後他這個 這比較多工人的喔 有兩個 這洗菜的 洗碗的 分開 然後貝斯特的烤箱 都有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就是從客廳餐廳 過來了以後呢 其實他這邊有個家一房 剛剛從客廳那邊看 他這做開放式的就是有玻璃的部分 所以你在裡面的通透感比較大 其實這一間 我是覺得可以不用做玻璃 因為這間已經夠大間了 你會做玻璃的通常都是那間很小間 只是書房而已 那這一間其實也可以做房間了 你看他不是只有 他這櫃子全部 裡面全部幾乎該有的都有啊 但我覺得這間做的有點多耶 你看上面也做 這可能是長輩的房子 房間是不是 應該是書房 這間是書房 對啊 對這應該是書房 來我們拉回去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小陽台 這個陽台沒有很大 但是就是透透氣啊什麼都可以 要是我 我覺得這一間做書房有一點浪費 我們房子 房間如果有需要的話 應該把它隔起來的話 這邊變成房間 這個當長輩的房間還不錯 也可以 當長輩房間還不錯 好那我們再往裡面走 四房嘛 所以還有三間房間 然後過來第一間 左邊第一間 這一間是一間客房 這間跟剛剛那間差不多大 但是他一個櫃子都沒做 剛剛那個做很多 這個是一個都沒做 一樣是中央空調的 日曆的喔 然後一樣有陽台耶 所以他房間每一間都有陽台 是不是 這樣進去裡面再看 然後這麼高級的房子 居然用這種燈管 哈哈 這個到時候喜歡的話 就是不喜歡的話可以再換掉 這小事情 然後我們再往裡面看 看到第一間廁所 這是公共衛浴的部分 公共衛浴的部分呢 他配的是Total的三建築 三建築全部是Total的 然後馬桶這樣 然後看過去有沒有 有一個對外窗 他對的是後陽台 來 然後我們往這邊走 欸 一樣耶 這三間房間都一樣大耶 很平均耶 所以三兄弟比較不會吵架 三姐妹比較不會吵架 一人一間 而且每一間都有這個 這個叫什麼 陽台 陽台 而且都一樣小 均勻耶 就是這樣比較平衡啊 不會一大一小的 那這間就有做一點簡單的櫃子 當然這些櫃子就是 維護的還不錯 但是有一點點就是顯得 可能是長輩會喜歡的那一種 有沒有 經典但是就是長輩會喜歡的那種風格 那如果不喜歡 其實這個請木工來重新再貼個皮 或者是再上個漆 現在年輕人比較喜歡那種顏色比較深一點的 比如說是深色系的 深藍色 墨藍迪綠 喜歡那種特殊色 然後地板也都是這種 木紋地板 木頭地板 這一間是主臥室 主臥室進來給大家看 哎呦 這一間就是 呃 雙面採光啊 這邊也採光 這邊也採光 這邊屬於邊間 哎呦 這個 這個真的是 木頭做的很木頭 哎呦 他這一塊貼皮 就是我覺得 因為那時候可能比較喜歡這種比較自然一點 有點像幼木的那種顏色 思肯幼木那種顏色 那現在人可能比較喜歡搞怪 喜歡 比如說帶一點深藍色 比如葬青色 因為韓劇現在很流行那種葬青色 或者是一些馬卡文色 如果說換成那個 然後再搭配這個 你看這個搭配這個 你不覺得 有點長輩才會喜歡的FU嗎 我跟你講說這個有點中國風 但是又不是很強烈 他那個真的很像太北儀 很像那個慈禧太后在那邊抽那個有沒有 黃上吉祥 黃上吉祥 要翻牌 你看坐在這邊 然後看出去 前面還有一塊很大的農地 可能可以到時候會開發 這邊其實還是有機會 然後這邊全部是木做的 那目前是沒有放床 床板這邊也床板也做花開布柜 然後這邊雙面採光 我覺得這一間的通透感跟採光度非常好 然後一樣全部都做這種中央空調冷氣 那這一間這也有一塊空間有沒有 其實這裡很多人會把它再做一個 有一點像是衣帽間 但是你不做我覺得也OK 因為它門開在這裡 其實這邊空間沒有很大 做了可能你到時候有能放的空間沒有很多 所以這裡就是你要做衣櫃可以 但不要把它封起來 我是這麼覺得 然後走進來有浴缸的 這個絕對沒有人可以偷看 這王老師在這邊怎麼露 來先露一手給對面看一下 這看不到太遠了 只有看到對面的定泰萬寶 他側邊也看不到這邊太遠了 高樓層就是爽 然後他這個是一個試建築的 馬桶在這邊 是一個TOTO的NEO REST超級馬桶 用料非常的好耶 你看他這都大理石的 花鋼石的檯面這邊 然後裡面也是花鋼石的 這一間我真的是蠻喜歡的 可是第一個地點還不錯 他在池烏國小旁邊 真的是正旁邊喔 然後在公園的正對面 然後又是高樓層 然後又是桃園的指標 就是好的建商 相對好的建商 剛剛進來那個大廳大家也有看到 很多的公社像交易廳還有健身房 我們都沒拍 其實我們剛經過的時候有看到 都我們沒拍 有點可惜 因為我怕拍一拍 等一下又叫我們下架 太那個 所以能夠避免就避免 我們看房子就好 那這個房子呢 因為他的裝潢 其實如果以現在來做的話 這裝潢應該也要花不少錢了 雖然大家會覺得櫃子 好像沒有很多 但我跟大家說 櫃子越少的越貴 真的裝潢很多 是這種細節的部分 像這個背牆 這個都用手工下去做 那你櫃子很多 可能是系統櫃 那可能價格就沒有讓你覺得 你就覺得說 有的人那種房子 一整間都滿滿滿的那種櫃體 其實那個都花沒多少錢 可是這種的需要設計 尤其是大坪樹的 這個就很貴 然後還有一個超級大陽台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地方 後陽台也非常大 地點也是 好交給王老師 這個坪數大概多少 89.5 89坪 對 含兩個車位 雙車位 那這樣扣掉車位的話 我們看室內坪數不小 不小 它的主家戶就 就已經有54坪了 主家戶就54坪了 那如果說把光色也加進去的話 可能70幾坪的房子 70幾坪 雙再加兩個 再加兩個車位 然後四房 大四房 每間房間都非常平均 而且每一間 只有主臥是沒有陽台 主臥是沒有陽台 但是它有一個超級大的 有景觀的一個衛浴 可以看那個窗 它的窗 可以看景觀的浴幹 窗也滿滿大的 對 這樣子 總共屋主開價多少錢 四房 3688 3688 我還是墊墊自己經理 口袋裡面不夠深 都是懶散的 再努力一下 也許未來有機會 那如果說對這個房子有興趣 歡迎跟王老師聯絡 下方的他的聯絡方式 直接到現場來看一下這個地段 還有這個格局 還有面向方位 喜不喜歡 適不適合你 因為通常會看這種比較高總價的房子的主人 都會有一點點風水的考量 你也是要來看一下這個 適不適合你 適合你再出價 再考慮 再跟那個王老師一起 跟屋主議價 所以又下方王老師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想要分享你的買房心得 還有裝潢心得 歡迎跟我聯絡 下面說明欄有我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舊房子要脫售的 也歡迎找王老師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使用遙控器 直接啟動 360度循環 可以切強弱 怎麼擺頭 3D擺頭 往上吹 往內吹 左右吹 最重要的是 它還可以定時 晚上讓它自己關 針對浴室 特別容易潮濕及悶熱 產生黴菌 這台德國燃寶智能循環站 特別推薦給大家喔